長期未能選出主席這個情況 其實我一直有與立法會主席 亦都有與行政機關 包括張彥宗司長溝通 亦都請大家都是要設法去處理這個情況 因為內務委員會現在的狀況 是令到立法會是未能夠完全 美衡《基本法》底下的職務 所以昨天梁主席透過他的秘書處回覆 他是受著內務委員會的情況 尋求外間的法律意見我是掌握的 但我對於現在的意見的內部意志進度 暫時未有最真信息 大家有沒有提問 所以我問一下法律意見是否有機會可以主持會議 還有今天的會議是否放了預期的 所以最後機會 如果今天之後會有些事情發生 例如資法的職序這些都是中間出手的呢 法律意見就是法律意見 正如我剛才提到 我暫時未有進一步法律意見的內容 所以我是比較難對於法律意見的內容作估計 但為何早前是內務委員會 我作為主席除了放進去選主席這個議程 作為第一次會議 10月25號立法會法律顧問也都發出一份文件的 就指出我作為內務委員會主席 這個角色就受到限制的 限於定會議的日期和時間 新的議程就要由新選出的主席 就由他去決定的 所以一直都有這個安排 我相信其實大家都是不希望再見到這樣的情況 是繼續下去的 所以正如我剛才說的 我已經指出了 今天就是請主持人 盡快進入選主席的程序 讓立法會能夠履行憲制上的職能 那你會不會有什麼部署或行動 我想最實際就是主持人 他立即進入選舉的程序 所以選舉會期的考慮 你會選擇退選呢 退選呢 其實有幾個層次去看的 第一 其實我們一定要致力維護 公平公正的選舉 任何人用任何的手法 手段 去迫使另一個候選人去退選 其實這個是不公義的 亦都是可能違法 所以我不會考慮退選的 另一個層次就是 其實政治大家都知道 在議會裏面有兩個陣營 那我 除了我自己參選 我亦都得到我的支持朋友 是支持我參選 如果我貿易退選的話 是有可能是令到另一個陣營的人 就是當選內務委員會主席 達至他們的政治目的 那未必是能夠 我的支持者亦都未必接受 另外就是議會可能亦都未必能夠 很暢順地運作下去 你贊成那些官員的話 就是去那些政治的影響 就是程序上你那些去選 你是否可以主持 剛才我已經說了 另一個層次就是我看不到 我就算退一萬步 真的退選的話 一定是能夠主持回憶 一定是能夠主持回憶 令到那個選舉是完成的 但最重要剛才我說的 其實我們應該要維護選舉公平公正性 所有任何人如果用任何手段方式 去迫使另一位候選人去退選 其實已經是不公義 甚至是犯法的 所以我們不會接受